欢迎在此观看9.0新闻 现在去中国当地时间2023年2月15日 在此前14日湖北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资讯提到 中国足球协会主席、党委副书记陈素元涉嫌严重被纪委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提议总机继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审查调查 据悉在此前2月7日中国足球协会网站发布 中国足球协会关于陈素元接受采访 给自己打9分等稀假新闻的声明 声明指出近日有网络自媒体发表消息称 中国足球协会接受有关媒体采访 经证实中国足球协会陈素元近期未接受过任何采访 相关报道内容为稀假信息 据了解陈素元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2月8日 自此中国足球协高层人员先后4日被调查 2022年11月26日严国主主帅李铁接受监察调查 2023年1月19日中国足球协职委严秘书长刘毅接受调查 2023年1月19日中国足球协常务副书记兼国管部部长陈永亮接受审查调查 2023年2月14日中国足协主席党委副书记陈素元接受审查调查 针对此次由熟悉中国足球事务的人士提供评论提到 从南永谢亚农开始中国足球反腐就是中国反腐的缩影 不靠制度靠松 14年前的假赌黑还记忆犹新 这次祖堂大地震已经让人麻木了 中国足球已经烂到根里 无论是否有观众 市场给再多的钱投资 请再好的外援办再好的规划球员都没用 请记住这都是你们足球从业人员 最后捕食这段 李铁帮助中国球迷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感谢李铁 感谢中国足协 另外有消息人士提到这个陈素颜 陈金蒙习近平的亲自指飞 这个新闻是发生在2015年3月6日 当时中国当地媒体第一财经网在报道中提到 陈素颜对第一财经记者回忆 在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团职议时 他们撩起了足球 上岗集团不久前收购的球队正在征战中超联赛 陈素颜向总书记表示 球队正前打入亚冠比赛 随后在2019年5月24日后 被中国当局任命为中国主席的相关领导 直到诺马 换句话说 习近平也许在听到陈素颜对自己有信心的话语 感觉能把中国足球搞起来才将其重任 然而事实比较残酷 积极有关陈素颜 网络资信显示 陈素颜1956年7月出生 上海人汉族 中国企业家高级经济师 现任中国足球协会主席 中国港口协会会长 承认上海国际港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第十一届 十二届 全国人大代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